今天我老妈准备重振旗鼓了 买小鸡 给我老婆坐月子用的鸡 是的 养这个鸡是最开心的 这二胎要是再不要啊 这小鸡都要坐月子了 有啊我都准备着了 我一三一块 其实我媳妇呢 一直在等这个新房子建好 要不然到坐月子啊 太吵了 要不然这时间可以过啊 是不是 来到时候快吃的时候跑了 是啊可以啊 咱们跑去先去啊 那鸡要怎么办 运过去 看老妈这次星星都满满的 上次死了十几次 也没啥新鸡的 主要叶子要有东西给它补生 没吃老妈 咱们再来跌倒 你就再来站起来就可以了 好 有信心 熟悉的老粉都知道啊 上次我老妈买了十只鸡 然后穿着老鸡一块儿归西 直接导致经济损失了好几千 咱们要不这次少买一点吧 可以 买上十只 又是十只 十只我还嫌少 今天就开这个老车去 老四一上车 能不能安全到达牧場就靠你了啊 可是那奥路不是不好开吗 别把我们带沟里去了 没那倒不开 这辆车现在是我的专室 哇好紧呢 这怎么搞 走你的呀 不能不要怪我 哇这么紧 往这边来往这边来 我打直 这么宽着呢吗 这脖子身边老长 哈哈哈 很害怕 这道很小 然后掉到锅公里去 你喊谁都没用 关键它还是路刚刚好 练技术 怎么样 技术不错吧 是挺好的 差一点就给包围公司打电话了 哈哈 没有那么夸张吧 奇怪 有鬼啊 这些都是小鸭子 别人来肯定说 哇好可爱 我来到这里 这家的大鸭子 不要太大鸭子 衰衰竭啊 不要太大鸭子 我吃了鬼啊 应该是马鸣里醉 马鸣里醉 要看杂鸭子 马鸣 这句话准备啊 马鸣也是马鸣夹 没有 你还没有哈巴尼 哈巴尼 这句话准备不开心啊 准备啊 要我铁杂鸭子啊 铁杂鸭子就是七八星 看我说的没错吧 你还没怀呢 还没坐月子 人家老母鸡先坐月子了 哈哈哈 那老板娘说了 现在养的话就可以补胎 然后明年要是整生的时候 整七八月份 养差不多 在他生蛋之前 吃多一点 这个母鸭子 水头也要是大 母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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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建议还是蛮大一点的 这二个我两个 二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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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老板吃吧 一桌啊 一个字 别害怕 我们天天可喜欢点 给你们养个半年 再给你们吃掉啊 啊 装的鸭子吃就好了 先吃着是吧 它品种不是很好 我想买的品种更好 鸡就没那么活着啊 对啊 鸭子要吃鸭子 鸭子要吃鸭子 用啥子吗 来五只鸡 五只鸭 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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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喜欢做个鸭子 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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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不敢包 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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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这朋友对你多好 就是啊 刚才把我养了白白胖胖的了 五只鸡五只鸭 合起来总共250 对 250给你补啊 哈哈 还不越补越傻 哈哈哈 来的事情还不想 就是说要嫁开我妈的自己 最好家 你真是250 你还是 你叫老板说啥 这是你女儿还是你儿媳 哇 长得可真年轻 三伯伯 三伯伯 你这到后面是不是还得再买 到后面他说还有品种好一点的 我想买一些黑肉 黑肉黑骨 鸡黑的嘛 鸡的比较骨 是啊 到时候就不是250了 你看是我看 你吓的是吧 我不看了你看吧 这不实在太软了 好了那我们分享到这吧 下一期见 拜拜